上海一个高龄老人啊 把自己价值三百万的房产 在死后留给了水果摊的摊主 而没有给自己的亲戚 引发亲戚和水果摊摊主兑付公堂 最近判决下来了 法院认可老人的遗政行为 他的这个房产和房产中的所有财物 通通给这个水果摊的摊主 他的亲戚拿不到钱了 一个人可不可以处分自己的财产呢 完全可以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过 虽然我们的继承法规定 有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 第二顺位继承人 但这都是在大家没有遗嘱的前提下 任何一个人在生前 可以对自己的所有财产进行分配 想给谁就给谁 想捐掉就捐掉 而一个人也可以留有遗嘱 在死后分配自己的遗产 而且完全不分给自己的亲戚 不分给法定继承人 那都是可以的 几年之前 上海有位高龄老人女士 她留下了一个价值三百万的房产 她生前做过公证 要把这个房产移赠给和她相识多年的一个旁边的水果摊的摊主 这下子引发老人亲戚的不满了 他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水果摊的摊主逼迫或者利用老人年老无知 签下了某些协议要霸占这个遗产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水果摊的摊主告上了法院 最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 这个老人和这个水果摊的摊主交往多年 老人的老伴此前先离去了 唯一的儿子也在他生前就走了 儿子的丧事都是这个水果摊的摊主帮忙处理的 所谓远亲不如近云 这位老人和这个水果摊摊主一家 慢慢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尤其是得知水果摊摊主一家还居无定所之时 老人主动的邀请他们全家进到了自己的房子居住 当然水果摊摊主也进到了照顾老人的义务 所以老人在留意中之前 经过公证要把自己这个房子和房子之中的所有财物 都移赠给这个水果摊摊主 老人不是没有亲戚 但是老人可能觉得我都这么大年龄了 他老伴去世的时候 他儿子去世的时候 那些亲戚都没有出过面 那些亲戚常年跟他没有什么来往 那些亲戚恐怕惦记的就是 这个老人去世之后 他们能不能通过法定程序 把这个房产继承过来 但是很显然 这并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 老人感觉到是这个水果摊的摊主 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了稳定安定 他更愿意把这个房子赠给这个水果摊的摊主 而不是他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了 所以老人生前的安排是很为妥当的 他是经过公证处做了遗产公证的 因此今天法律判决尊重老人的意愿 这个房产就由水果摊摊主继承 而老人的亲戚们那是一分钱都分不到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很多人 如果你想真正处理自己所有财产的话 那么真得把这个遗嘱率好 而我们国家的司法机构 一定会忠实的履行每一个人的遗嘱的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来说